两个侏儒闯进了富家千金的房间 不过她的反抗 执意要跟她斗地主 小姐无力反抗 被迫跟他们打了一举 奈何两个侏儒的排挤太差 小姐从无奈叹息突然开始放声大笑 抽出鞭子就往两人身上抽去 两个侏儒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客为主吓傻了 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逃离了这里 而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小姐 正是知识片的主角 她长相美丽 家庭也非常的好 可却有一个难以七尺的怪癖 就是她极爱与长相丑陋之人做朋友 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欲 她让自己的贴身男仆四处寻找这样的人 为她创造这样被害的机会 男仆的内心也爱慕着小姐 可奈何自己长得太过英俊 根本就不入小姐的眼 只能苦口婆心劝告小姐 不要再和这些低贱的人为伍 可谁知不仅没能劝动小姐 反而还遭到了她的鞭打 警告她不要多管闲事 事后依然我行我素 男仆认为小姐一定有什么难言之意 于是找到了当地有名的医师 医师听后有些难以置信 心想怎么会有人有这种怪癖 他一定要亲眼看到底是怎么个事 次日 男仆和小姐来到街上 借便一个流浪的乞丐 引起了小姐的注意 看着乞丐浑身的污秽 以及还未来得及退化的腿毛 正常人都会对这样的人避之不及 可是小姐却给了男仆一个眼神 男仆立即心领神会 不远处的医师也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没过一会儿 乞丐便领到任务将小姐绑架了 有这种美事 他自然是迫不及待的 屋外的医师看着小姐因受虐产生的快感 心想天下之大还真是无期不有 然而随着小姐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她的行为也愈发的大胆 为了让小姐早日恢复正常 男仆冒死向他提出了看医师的意见 小姐听后还以为男仆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了 可在男仆的再三劝说下 小姐也深知自己这是病 得知 于是便答应了约见医师 附加千金得了一种难以七尺的怪病 他极爱与长相丑陋之人做朋友 为了不让周围人将他视作变态 他在选定目标后 让自己的贴身男仆前去与之交谈 然后制造出被这些人迫害的假象 男仆一直深爱着小姐 看到小姐的行为越发病态 于是为他寻来了医师 在医师的催眠下 小姐沉沉地睡了过去 在医师的寻寻善诱下 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也被揭开 十年前的一天 小姐外出看戏 台上的人正在表演 将一条三寸小蛇吞入腹中 台下的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人群中的小姐突感有个坚硬的东西 抵着自己 回头一看 竟是一个面部灼伤的人 拿刀挟持了他 小姐被吓坏了 可男人威胁他如果乱动的话 就将他捅死 说完便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他绑架了 男人将小姐带到了一处废弃的木屋 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就这样 小姐被凌辱了整整一个月 可是他却从最开始的生不如死 开始变得享受 他已经爱上了这种感觉 终于有一天 家里的庸人找到了他 庸人们将男人团团围住 可看着被殴打的男人 小姐的心里莫名地生起了一股怒气 他抢过庸人手中的棍子 将男人痛扁了一顿 这种感受让他觉得非常的刺激 从那之后 小姐的眼里便再也看不到英俊的男人 而是独爱长相怪异之人 他也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是不耻的 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 医师在得知小姐的病因后 自知自己的医术不经 便遗憾地离开了这 走之前他看着小姐深深地叹了口气 都怪自己长得太帅了 男仆眼看小姐已经无药可救 便决定用爱来感化他 他趁着小姐还沉睡时 悄悄与他度过了春宵一刻 小姐醒来得知此事后 瞬间勃然大怒 但看在男仆为自己做了那么多事的份上 他并没有追究责任 而是起身从盒子里拿出了一幅画 让男仆为他寻来画上支援 富家千金为了满足自己变态需求 竟让贴身男仆为自己找来的一个黑人 以往小姐与这些人都是露水情缘 可这次过后 小姐似乎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个黑人 还让男仆下次继续找他 暗恋小姐的男仆顿时促意肆意 明明自己对他言听计从 可他却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还说对自己这样的人根本提不起兴趣 被小姐拒绝的男仆深受打击 他来到厨房肆意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看到灶台里的熊熊烈火 爱而不得让他的内心也开始变得扭曲 既然小姐喜欢面向丑陋之人 那他愿意为了爱毁掉自己容貌 他拿起烧得通红的火钱 然后心一横 将火钱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顿时发出了滋滋的烤肉声 空气中也弥漫出一股皮肉被烫熟的味道 男仆被痛得在地上翻滚 可为了心爱的小姐 他心甘情愿 事后 他来到了小姐的房间 既然他为了小姐自毁容貌 那么小姐也应该像他一样变得丑陋 这样自己就能永远拥有他了 说着便拿起手中的铁签朝小姐扑去 小姐看着接近疯狂的男仆 害怕得不停求饶 还说自己愿意给男仆一个机会 可此时的男仆已经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 他不顾小姐的挣扎 拿起铁签将往她的脸上烫去 可却不小心失手 铁签捅穿了小姐的喉咙 顿时鲜血四溅 男仆这才清醒了过来 他抱着小姐痛不欲生 可小姐却并没有怪罪他 他很抱歉因为自己的变态 让男仆跟着他吃了这么久的苦 其实他一直都明白男仆对他的感觉 只是病态的他丝毫表达不出自己的感受 若不是有那段悲惨的过去 或许两人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故事的最后 男仆拖着小姐的尸体朝天野中走去 他悔恨自己丧失了理智 于是自问 追随爱人而去 希望与之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有时候真的很难探究一个日本人的心理 本片最让人觉得矛盾的是 这个对外来民族很排外的国家 居然会安排一个黑人和女人发生关系 这种民族精神分裂式的做法 确实令人叹为观止